你看今天客戶 都指向旁邊 就知道一定有一些要化解 但是小草 现在何去何从 有卧底在小草群組的人 就看到小草 有人要办投票 万一 这个我们民众党 要变成雇民众党 那小草要去哪里 要去国民党 去其他党 或者到第三篇 篇绿篇什么小党 好小草会不会各自纷飞呢 当然重点还是在于说 不是投票就会算数 因为没有人领着他去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都被怀疑是绿的 连端木正在群组 也有一些小草群人讲 那端木正是不是绿的 在座所有都是绿的 连摄影师都是绿的 我可以证实他不是绿的 这不就是那个姜克术的罗基吗 因为他要告我 对对对 告来告去是掩护 不是姜克术 人也如此 人也很厉害 我在演戏 时乐也是绿的 都是绿的 都是绿的做民进党生意 但他要告我 柯文哲一定比高鹏安离土城近 因为高鹏安在怎么样都不会去土城 如果有判罪确定的话去归山 他是归山 请大家弄清楚 因为看守所是大概在地检署阶段 不好意思 如果顶顶我去压 所以高鹏安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一审已经判七年四个月了 如果判刑定验的话 一定到龟山台北监狱女子监狱 你记不记得高鹏安被判七年四个月的时候 请问黄国公常在他的脸书上面 有这个等于说K这个高鹏安 有针对贪污这个事情 发表过相关的意见吗 没有吧 第四天躲嘛 他打什么绿能 民进洞绿能 那么世上的这次遇到了这个自己的组织出事了 也是一样的态度嘛 你看温良公俭让狼犬变成吉娃娃 不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他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看他相信这个柯文哲的清白 为什么 因为他七点半早上就来上班 因为他吃便当吃很快 所以如果要相信民众党是不是要一个人清廉的话 规定吃便当两分钟内要吃完 就是这样子嘛 那他就表示他很清廉嘛 所以这就是黄国昌的双标 一咱呀 那么这件事难得黄国昌没有角色 整个民政党如果嘻哩话 他打成一片的话 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是黄国昌 你要知道 连他的好朋友阿管 对不对 管长都出来K这个 K这个 陈佩奇的嘛 对不对 事实上呢 我倒觉得今天最可惜的是什么 端木正先生没有在记者会的现场 对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跟你讲 我真的我觉得我太会幻想了 因为呢 不是有那个台湾国在外面抗议吗 我本来以为端木正来了 我告诉你 我也是 如果端木正是后面那个闹场冲进来 我要话要讲干嘛的话 我还看得起他一点 我以为他拿了他的签证说 没有 这三张收据在这边 给你看 这个是他今天会计事务所的声明 对 会计事务所的声明 这个声明 我觉得非常糟糕 为什么呢 如果这个声明不是会计事务所 改个几个字就好 法律事务所 你知道吗 如果是法律事务所的声明 那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会计事务所的声明 那是你自己在那边喊 自己在那边划 划自己的嘛 他在说 这个什么 根据柯文哲先生的政治先进申办 会计事务所签证 一定干到法令了 相信监察院检察署 一定还他清白 而且还强调本件不影响他们事务所的营运 还有他们诚信政治 说一大堆 今天柯文哲直接已经把所有的事情往你身上推 我说话 你违背了坏技师 一个坏技师 公正 公平 刚刚不是在那边讲说 半个小时那就可以key完了 对不对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今天还搞成这个样子 不过 其实他本来就不应该接 因为如果你是民众党 有民众党的身份 你要有第三公正方 就刚刚尾航哥讲说 是不是有什么空干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也是因为他曾经是民众党的22名不分区 自己人 自己人才能相信 不是吗 但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你说他都在做小 你说他都没时间 你说民众党 民众党今天不是说 他都没有时间做账 所以他怎么办 没有时间按照你的发票 所以他才这样便宜行事 刚刚苏培有稍微弄到一下 他最后的更正日期是7月3号 各位他有更正 谁说他没有更正 是 他有更正 也就是什么叫更正 我之前报的 我后来发现有些东西不是这样 所以我把它更正一下 对不对 他干嘛更正 我想坦白 他4月7号申报 然后结算日期4月12号 但是他更正日期是7月3号 也就在一个多月以前 他如果全部都一个 我干嘛做更正的事情 我做一半 事实上他如果要这样的话 我做一半把他弄弄就好了 所以事实上这个事情 是不是推给一个端木正 就算了 端木正现在讲这样 你也不要以为你 如果你真的是你干的 你不要以为你发一个声明 你就可以躲过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件事情 已经进到司法的 相关的程序了 不仅检调会找这门 我是觉得如果是端木正干的话 他没贪到汤没贪到 他要做什么 对 他为的是什么 而且告诉各位 你们都还冤枉了柯文哲 柯文哲申报不是说 他还有结余 根据端木正所做的 柯文哲跟吴欣云的总统结余 对不对 他还有结余6000多万 对 冤枉他了 为什么呢 还要再靠掉漏报了1000多万 1800多万 还有多少 他事实上支出了更多 你知道吗 所以事实上告诉各位 今天号称自己是多清廉的人 十几年前花1000多万 去搞了一个新竹最肥 那个我所谓的肥 不是他可以赚取最多的钱 是他可以种出最棒的 建筑物的土地 特农地 然后把它给弄掉 然后产品弄掉 铺上薄油 然后弄一个停车阁 偷偷地收钱 逃漏税十几年 这是一个青年的人会干的事情吗 然后今天这件事 我请问你 今天柯文哲在那边 好像这件事情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今天是你民众党的帐 今天不是那个李文中 叫李文中的财务长 说这个都是我的事 最好笑的是财务长 你竟然说 他端木政会计师搞这样子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民众党还有什么事情 是什么都不知道 还有 包括木可公司 今天更好笑说 我干脆就直接轻松 我关起来好了 你知道吗 我一走了之 我就关起来 我就再见 拜拜 告诉各位 真正真正如果要 这个什么说 这个陈佩琪要开一家咖啡店的话 干嘛急着在退休前 就要成立一家 以儿子 儿子还叫别人 还叫别人的儿子 不 自己的儿子 但是要叫别人 别人 对 我都快变成 我都说相声 你要闹口令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用他的名义 你搞了一个公关公司 你知道吗 为什么嘛 可见你陈佩琪也好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陈佩琪 还是别人 这家公司根本不是要过 开咖啡厅的嘛 别有用途的嘛 木可公司 难道也真的是李文忠的 兄妹两个人的木可公司吗 所以查 查个水落石出 不可能有一只蟑螂 就可能有一窝子蟑螂 不可以让他们这样子逃掉 来 韋航哥要来补充 现在是不是小草 发现说原来我认为说一个 应该是理想性很高的 要推倒蓝绿高墙的 当他们发现说 这真的逼蓝绿都还要糟糕的时候 要怎么办 好 我先当然 刚刚那个动物证的那一份 这个 声明 声明 其中有一个玄机 他说他提供签证服务 不是记账服务 我只负责帮你签 账是你们记的 或是你们不知道 你记的 因为你注意看他那个文字 他说他要提供签 这个去签 你们给我我来签 所以账到底谁记的 这个会不会是之后的爆点 会不会有大场面 大家继续看 好 那接下来小草的情绪往哪里去 你看今天课问 都指向旁边 就知道一定有一些要化解 但是小草现在何去何从 有卧底在小草群组的人 就看到小草有人要办投票 万一 这个我们民众党要变成雇民众党 那小草要去哪里 要去国民党 去其他党 或者到第三篇绿篇什么小党 好 小草会不会各自分飞呢 当然重点还是在于说 不是投票就会算数嘛 因为没有人领着他去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嘛 大家都被怀疑是绿的啊 连端木正 在群组也有一些小草群人讲 那端木正是不是绿的 这个在座所有都是绿的 连摄影师都是绿的 我可以证实他不是绿的 这不就是那个江外的树的罗集吗 因为他要告我 对对对 告来告去是掩护啊 不是江外的罗集 不是说 人也如此 人也很厉害演戏啊 时乐也是绿的 都是绿的 都是绿要做民进党生意 但他要告我 对 都是绿的 告来告去都只是掩护 黄珊珊在出来开这个记者会之前 有没有人说她是绿的 一样有 小草一样有说 这个这两家 你要死了 哇都是黄珊珊的朋友 好 所以黄珊珊是绿的 这个出问题了就是绿的吧 黄国昌呢 现在还没有讲是绿的 因为他的人最喜欢讲别人是绿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现在就是三股力量在斗 民众党 柯文哲现在一定要跟这个 陈志涵先抱得紧一点 为什么 因为两个都有金华城案嘛 还有北市科 这个会一起沉下去 黄珊珊自成一团 这个竞选总部的包 她要扛着 可是呢 她还有生还的机会 为什么金华城案应该烧不到她身上 那再来是黄国昌呢 她也会带着一笔草 带着她自己的葱 为什么 她现在就是我什么都不认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那个都是省钱 我这个就是为了大家好 所以我现在就在那个 后面有喷水 嘿嘿好高兴这样子 这个就是黄国昌现在的态度 一切都跟我无关 我现在失智了 所有人我都不认识了 等到你们都躺平了 她再出来收拾战场 所以黄国昌我认为 依照她现在的态度 她心中已经算准 你们这次全部都挂定了 我只要跌气 不要呼吸 撑过这批毒气 我就可以成为最后生还者 好 但是别人会不会让她过爽日子 民众党正事不干 最擅长的就是内斗 所以我认为 戏演到最后面 谁会笑到最后一刻 还很难讲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知识媒体 他的评论是说 柯文哲离土城比高宏安还要近 这个说法其实蛮惊悚 柯文哲离土城比高宏安还要近 那因为今天的进度这样子 你长期之前跑这个社会司法 你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那么我要稍微纠正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柯文哲一定比高宏安离土城近 因为高宏安再怎么样都不会去土城 如果有判罪确定的话去归山 他是归山 请大家弄清楚 因为攀守所是大概在地检署阶段 好不好意思 如果等会去压 所以高宏安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一审已经判七年四个月了 如果判刑定验的话 一定到归山台北监狱女子监狱 柯文哲会不会去 这个我不知道 不过今天他 今天做了一件事 检察官传的 我是上个礼拜 这个就已经把这个传讯的 像这样的动作都讲出来了 那么事实上呢 传了彭正生的以后呢 他做了一件事 传了三个小时以后 让他回去 回去了以后呢 虽然好像表面上没有交保 但是他给他限制出境 出海 限制住居 什么意思 他你有来配合征讯 我认为这个还算态度不错 所以没跟你交保说呀等等 但是我认定你 因为他已经是第二个 我其实上个礼拜也已经讲了 本案出现第二个被告了 那彭正生已经是第二个被告 所以他认定他涉案程度重大 也就是说他涉及金法层的案子呢 检察官认为他涉案的程度呢 也越来越高了 很重大 所以限制你出境出海 怕你跑掉嘛 如果没有怕你跑掉 为什么要限制出境出海 跟那个限制住居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限制的话呢 这样糟了 为什么 因为请问一下 彭正生自己本身会单说是我吗 如果是他单说我的话 他今天就出不来了 对 今天就直接送 可能到台北看守所去 所以他没有承认是他嘛 他可能是辩解 就是说不是我 我记得没有意外的话 不是简书培他责怪简书培说 其实他没有说柯文哲是说 最高行政首长 他的最高行政首长 当然不是行政院长 对不对 也不是市长夫人 对不对 只有一个人 叫前台北市长 不叫柯文哲吗 对不对 那所以呢 紧接而来 他整个全部几乎 该传的人我听说 包括那些都省委员 有不同意见的 这些都已经问完了 那基层的台北市政府的 科长科远 这些也问了差不多了 把基础巩固了以后 紧接而来 会把这个都省会的主任 就是彭正生 传来了以后 只剩下一个人 就柯文哲了 所以这几天我 大概把它都比定了以后 如果最快最快的话 这礼拜下礼拜 搞不好就会传柯文哲来问 那问了以后 会不会就有这个相关强制性 不一定 也可能把它先放回去 然后回来再怎么样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各位 从柯文哲是十几年来 好啊 嚣张跋扈 不可一世 左骂名嘴 右骂彻翼 有没有 讲到有个话 讲到到底都在闭白人 有没有 什么时候看过他像 今天早上记者 我又过去 又要跟他问 相关的那个 case的麦克风 堵给他一会儿 再问我要生气了 再问我要生气 我要发病气了 你知道吗 嗯 他非常非常的焦虑 我梅里 生日那天推开门 看到人家 看到人家吓一跳说 以为是剪掉上门 原来是粉丝送八个寿陶 六颗啦 六颗的 不好意思 加了两颗 三只加两颗 你是啊 加了两颗 为人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心不惊 什么样的人会觉得 我梅打开 解掉在梅里 那就是表现 他非常非常的焦虑嘛 他今天早上那种 跟他批评 跟他恼羞成怒 你就知道他心里面 有多焦急 而今天传了彭震生的 以后 因为我跟你说 这几天 绝对都睡不着了